去年底,广东上尉市委书记郑彦雄针对陆丰乌坎事件发表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述等言论震惊中外 中共喉舌人民网4号公布乌坎事件舆情分析,称赞上尉书记讲话视频公布获得好评 民众则批评人民网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善委市委书记郑彦雄2011年12月19号就乌坎村事件发表讲话 指责村民向境外媒体表达诉求,又透露请公安武警到场维持秩序花掉很多钱 更改叹现实为官非常辛苦,因为权力越来越小,但老百姓却越来越聪明和难管 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述 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 那么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浪媒体浪道子浪网站 人民网4号推出乌坎事件舆情公布分析说 善委市委书记郑彦雄在有关会议上对乌坎事件讲话视频完整在网上公布,得到了舆论的好评 网络作家金楚指出,人民网几十年来就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编造谎言,误导老百姓 老百姓生不如死,痛苦不堪时,他的报道仍是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而国外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据了解,许多官场人士私底下认为,郑彦雄的言论反映了地方围观者的心声 而乌坎村民说,郑彦雄的言论丢尽了当地人的脸 村民无声向苹果日报透露,个个都说郑彦雄蠢,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还说他没文化没教养,这个官是买回来的 苹果日报报道,虽然乌坎事件自去年9月开始抗争了三个多月 但现年48岁的郑彦雄没有因此被问责 这次人民网公开称赞郑彦雄,看来他的仕途要看长了 报道说,郑彦雄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12月31号 他陪同副省长林沐生前往深山特别合作区调研 新唐人记者林丽、李运、孙宁采访报道